假如 记住我说的是假如 假如给你72个绝美的处女 给你8万个身体强壮的奴隶 还有几乎接近无限土地的庄园 那么你愿意拿什么去换 这是我给你的许诺 你愿意拿你的身体去换取吗 古兰经的第四章第74节详细的记载 用身体为主寻到的人 他会许下许许多多的奖励 在第56章还特别著名了 这些奖励中最诱人的是包含72个处女 这些处女是白腻的 是美目的 主会让他们永远年轻 永保青春 不会色衰 而且更神奇的是 每天晚上你和这些处女同房以后 主会让她主要的地方 重新生长 第二天她还是处女 第二天的同房还会让你有处女的感觉 这样的诱惑是不是太大 让你很难把指 特别是在逊尼派的六大圣训中 这些许诺会经常被提到 不断地去冲击人的大脑 而换取这个东西 你只需要用你那个好像不是特别重要的身体就可以了 用你的身体也就是训道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 假如我没有了身体 我们还要这些处女做什么呢 我们要这些奴隶 要这些土地做什么呢 唐旺说过 我只有生命供我生存 我也只有脚下的这片土地 才是我唯一的热爱 那么我们怎么能理解这句话呢 其实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去看世界 不断地去体验什么是真实客观的世界 我们才不至于变成人体炸弹 不再为那些所谓的主去训道 为什么国家主义 集体主义去献出保费的生命 其实真实的是 没有任何东西 比你的生命重要 你可以去拿生命换取的 也许只有生命是真的 我们只有生命供我们生存 也只有这些脚下的土地 才是我们的热爱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下 但是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都信 他们相信 去得到那些东西 是更好的东西 所以人体炸弹 人肉炸弹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信呢 他们为什么会轻易去相信 在另外一个世界 这些这么多高端的许诺 都会给他呢 这些可能是教育的问题 伊斯兰的国家 我也去了不少 一个人在中东 转过一段时间 最大的感受 还是那里的教育 那里的小孩 大多的小孩 好像都不上学 他们都很多牵着一头驴 做点小生意 从小英语都讲得不错 见了外国人 这些来钱快的文物 Money Dollar 一个劲的卖给你 推销他的小东西 也许没有良好的教育 他们更容易轻信 轻信别人的说道 那里的阿翁 经常给他们洗脑 他们只信这些阿翁的东西 当然他们也信 这些人记得古兰经 他还为什么不去看看其他的 其实换个角度来想象一下 我们当下的世界 其实当下的世界 只有两个东西是真的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土地和女人是真的 特别对那些认知差的男人来说 有土地就可以养奴隶 就像很多东方大国一样 还可以养女人 财富都是在土地上创造的 土地随时可以操造无限的财富 但是土地好像不能创造 特别是钱 钱你随时可以印制 如果你有土地 有奴隶 有庄园 有无限土地的庄园 那你就可以享受这一切 但是好像享受这一切的时候 你还必须有一个身体 如果没有了身体 我们好像要做一个主题来聊聊 假如我们没有了身体 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从中东 从伊斯兰的一些国家来看 他们是没有受教育 学校的普及的基础教育很差 他们没有受教育 而形成这种轻易被吸引 轻易地相信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 其实很多有些国家吧 就像东方很多这些国家 他们普及的基础教育也挺多的 但是 他们学的东西可能都是被限定的 在一定的限定范围内去学的东西 他们也会为了集体主义而现身 为了国家而现身 这些不存在的虚无的集体和国家 跟这个人体炸弹训道 其实是一个道理 他们的存在和那些轻戏女 这些七十二个处女 八万个奴隶 无限土地的庄园一样 他们为了那个国家 那个集体就现身去训道 其实这些都是 自己个人常识的缺乏 他们读书读的不知道是什么书 他们都是别人告诉他的 阿问告诉你和学校老师告诉你的 都一样 最后你的大脑能不能获得一个 事实世界是什么 获得一个原认知 获得一个真正的认知这个世界 可能还是要考验 自己去 体验 自己去学习 而是一个无限度的学习 不断地学习各方的文化 去看不同的世界 好 谢谢大家 订阅 点赞 涂皮 修缠 我全都要